因为我们的阅读节目已经越来越多了 所以有很多观众留言给我 我都不一定即时收得到 为了不想错过大家对我的留言 我现在就开了一个Telegram群组 大家可以首先去LateFord下载Telegram 如果你已经是Telegram的会员 其实你可以用这个连续 就可以直接加入我的群组 以后大家对我的节目 如果有任何意见 都欢迎可以在Telegram群组里 直接跟我沟通 我自己都会定时在里面回答大家的问题 另外当我们有新件发布的时候 我都会用Telegram的方式 去通知大家即时收睇 而我将来如果有直播的安排 我都会在Telegram里面和大家公布 喜欢Lari读好书的观众朋友 记得进来群组里面和我聊天 在节目开始之前 首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 大家都会玩手机都会上网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们会用什么的浏览器呢 为什么我问一个这么奇怪的问题 就是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调查 就说如果我们用的浏览器 是Firefox或者Chrome的话 就会比我们用IE或者Safari 我们的工作效能更高 我们更有创意 我们得到客户的满意度更高 而这群用家 他们会请假射波不上班的机会 是减低19%的 而能够长时间被聘用的机会 也会增加15%的 大家一定觉得很出奇 但就不要心急去下载这个Firefox 因为问题的根本就不在于浏览器本身 而是一个大家想都没想过的原因 今集讲一讲这个问题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Lori 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浏览器的不同 会影响这么大的工作表现呢 原因其实就不在于浏览器本身 而是我们取得浏览器的动机 我们要知道Windows的电脑是内置了IE的 而苹果手机或苹果电脑是内置了Safari的 如果我们是接受预设值的话 我们就会用这些浏览器 但有很多IT界的达人 就会觉得Firefox或者Chrome 他们的搜寻效率更高 所以他们就会主动下载浏览器来使用 而他们如果有这样的态度 就代表他们不接受预设值 他们会主动寻找更好的替代方案去工作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他们在工作中就会表现出一种 他们会更加有创意 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 自然就会更好的工作表现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我很喜欢的作者 他就是华顿商学院的心理学教授Adam Grant 我之前也做过一本书是《Give and Take》 也是他写的 这一本是他的第二本的著作 今天我十分喜欢的 书名就是《反叛 改变世界的力量》 听过书的书名 大家都大概知道内容是关于什么 就是说循规导矩的生活态度 当然就是这个世界得以顺利运转的原因 但就不是带领我们人类进步的原因 到底这帮离经叛道的反叛者 原创者他们有什么性格特征 我们社会也应该如何看待这帮反叛者 而他们在原创的过程中 又会面对什么困难和阻碍 事不宜迟一起读一读这本书 如果大家想买这本书的时候 这本书在各大书店也买不到 就要上网才买得到 这题材的阅读整理 我在YouTube也看不到有其他的读书人去做过 但有一个作者的自己的Tag Talk 就说过Originals这个概念 大家可以上Tag Talk里面看看 最后补充一下女权运动 刚才我们说到那两个女权运动的代表人 他们之间的联盟瓦解了 其实女权运动最后是成功的 只不过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施力的斗争 而导致这个运动无法通过这样的联盟 推进得更加快 所以是比较可惜的 这里我们就会想到 香港的政治运动也是 其实当时有一些推进社会运动的 一些学者或年轻人 他们的idea部分我都同意 只不过在过程中都犯了作者刚才说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那叫水平敌异 不知为什么内部分裂了不同的阵营 那些人就很激 很激的那群人就没有人拉着他们 叫他们不要那么激 因为真正的革命需要的是一个温和的激进派 即是他们的理念是激进的 而是他们的表现是温和的 但似乎大众无法控制那群激烈的人 那群人就由一群少数的激烈分子带领了整个运动 于是其实某程度去到后来 就令到运动变了质 所以这是比较可惜的 而我自己本人其实就不反对社会运动 因为我觉得是民主参与社会运动静坐 就是出来游行抗议 其实是公民的权利 也都是基本法赋予我们的权利 我们应该去做 而不是应该说自我审查今天国安法 大家也不要出来了 其实不是那样东西 因为基本法依然是保护我们去这样做 当然我们在合法的情况 申请游行 我们可以继续体现我们的民主 那我认为社会始终都需要一群originals 在政治的角度 当然商业的角度也有 有很多自己想法有创业的人 但在政治的角度 我是比较担心今天是大家耿日寒线 就没有所有能够提供自己想法的人 这样对香港不是一件好事 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做了这么久 我都没有去定位我是什么式的人 因为某程度上我都会同意 对方立场的人的一些观点 我觉得它里面提到一个很好的点 就是我们要争取敌人的支持 即所谓的敌方 其实不是真的敌人 争取敌对立阵营的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 似乎香港的政客或者社会运动的推进者 或者倡议者是没有办法做到 如何争取对方的支持 我们过往两年都不太看到 这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件事